感謝您再次收看 那麼台股最及時的台股直播室 現在的時間呢 是早上的十點半鐘 和靖哲一起來看盤 和靖哲一起來享受 當沖正宗時間密碼裡面 這麼簡單 快速又能夠掌握住 所謂的當沖行情的 個股親愛的投資朋友 那麼今天來 我要先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任何一個局勢都有它的策略 而且這個策略 如果好的老師來帶的時候 他會抓那個轉折 抓到各位覺得心服口服 抓到各位覺得說 這地方恰如其分 什麼意思呢 各位注意一下下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人會告訴你 這個行情裡面 哇 一定要大買 我問你一件事 你覺得應該是這裡大買 還是這裡大買 如果老師三歲小孩子都知道 應該是這裡大買 這裡當然了已經漲了多少 漲了接近各位10499到8523點 漲這麼多的一個幅度上來的情況之下 漲了接近0.6附近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當然這地方要等於說用懸股的方式啊 所以今天我們先把策略跟各位提到喔 注意喔 先注意當衝 先注意當衝 老公幫我改一下 拉回那兩個字放到隔壁那一行 先當衝 就照這個情況 拉回再不波段 OK 先當衝 換句話說 現在這個指數的位置呢 你要先這樣子做定義 你的動作上面來講的話 先做當衝 那這幾天能當衝你就盡量當衝了 我就必須要這麼形容啊 那未來會不會有拉回 我認為未來會有 但是不用那麼早去想 因為現在呢 他畢竟還在一個所謂10400點 或者在這個高檔震盪的一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我要這麼跟各位報告 第一件事情啊 國標市場有很多散戶朋友 每次只要跟我講說 老師高點是不是到了 我就要放空 我說天底下沒這回事 第一個台灣沒有權力決定 最高點跟最低點 你一些做期貨的朋友 你要聽我這句話喔 台灣的最高點跟最低點 不是自己決定的 這次最低點誰決定的 你說老師國安基金錯了 是美國決定的 對不對 當我們的最低點出來的時候 美國還跌了兩天啊 有沒有發現啊 美國不漲你就是漲不上去啊 所以我們的最低點 因為美國比我們慢24個小時 到了晚上才看得見他 然後他又影響這麼大 所以最低點是他決定的 現在這個行情反彈到 我們當時跟各位提到的 你各位來看一下 那麼我用幾個數字 來跟各位報告的時候 你應該會非常的清楚嘛 那麼你把這個所謂的行情裡面 最高點加上最低點除以2的時候 那麼道瓊現在2萬4千點 剛好是0.5一半的位置 但是注意一下下 因為我們台灣比較偏什麼 偏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到了多少 0.6啊 所以假如我們按照納斯達克的幅度 來變成台灣的幅度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因為納斯達克的幅度到0.6的情況之下 台灣電子圍比較重 所以台灣現在呢 可以超過10360這個缺口一部分 但是注意啊 你說老師 哇隔壁台老師講得好精彩啊 不過現在開始就是 權力佈局多擔的時刻了 那麼之前他很保守 今天又變得非常強烈 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要 跟隔壁台的老師呢 我先跟你講一件事啊 我不是講隔壁台 反正就大概這種人很多啦 我很直接跟你講一件事 我早上聽某台在廣播的時候 講得還超級無敵保守的 他好像完全沒有看到 昨天晚上美國股市 漲超過了0.5的情況 這時候我們必須要亦步亦趨 看哪一個節目跟你講的節奏 那是最為正確 最能夠幫助你的 麻煩你看黃敬哲的節目好不好 我講得那麼清楚啦 我說你在8523的當下 你看到無稽之談 你當然先估計這個缺口 這個是最自然的一個反應 那這個缺口之上會不會有 會有 有可能會有 因為你必須要看量能來做決定 到什麼時候大家興奮呢 到什麼時候那個大量出來 那個時候才開始緊張 或者融資增加的時候才開始緊張 這是當場的判斷 所以第一個是波段的規劃 第二個是當場的判斷 現在我很直接跟你說 你只剩下當場的判斷可以繼續的 往指數多單來做一個攻堅 對不起 這個地方30多萬錢 30多萬的股票 我們就用電話跟各位來做報告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還是一樣吧 每天3% 你今天現在下車就好了嘛 不要管那麼多了嘛 因為今天的情勢 今天會再漲上去的時候 你一開始你也沒想到 所以你只能做當衝嘛 你要是知道說國巨 不要說國巨好了 今天華新科 不要華新科 華新科也太少 大億好了 你要是知道大億會漲到75塊錢 你46塊就大買了嘛 但是我這麼告訴各位 一定有人跟你吹牛說要46塊大買 我一直跟你強調一件事 這量大還是量小 沒有量 有沒有發現 沒有量 表示怎樣 市場上大部分都沒有買 如果你家族有買 那我佩服 但是我聽到的90%以上都沒有 那我今天就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 請你注意喔 你今天的動作就是把當衝做好 不管你是看好國巨 看好大億 看好華新科 因為華新科今天早上自己放利多了 說你先把它做好 然後接下來呢 等到拉回再來不破斷 我問各位一件事喔 今天我們先當衝1加1要結案了 那我只問各位幾件事情就好了 那麼我們這個節目上面 要講得非常非常的實在 第一件事情呢 常常都要跟各位講這一句話 節目上所講的克遵法令 只有解讀方法 那麼當衝僅是參考 個股不是績效 那麼當衝僅是參考當例子 我想這樣子最遵守法令 至於說為什麼剛要講這幾個例子 你看節目也知道意思 因為法令上是不能講績效兩個字的 好不好 我想這樣子跟各位講 各位就應該很清楚了 然後呢 各位來看一下 來 最近一次跟各位報告的時間在54塊錢 在更早的時候其實只有20幾塊 我忘記了 我真的想不起來了 各位看到沒有 30塊錢附近 這個時候是小學生開學 你也知道我已經告訴你 我有二年級的男生是我的大兒子 一年級的女生是我大兒子 我說他們要開學了 怎麼可能熱應這個地方他不需要呢 一定需要俄溫槍嘛 從30塊錢就好了 因為前一段時間我還沒去管俄溫槍 我只去管口罩 從30塊錢到78塊錢一倍多 親愛的投資朋友 請問這四個字叫什麼 我們就算是用四月跟你講好了 今天的熱應怎麼樣 你還要講什麼 我什麼都不想跟你說 我覺得如果一個分析師 能夠告訴你這個地方 真的這你可以看得清楚 我的會員朋友 你昨天有沒有收到這個指令 來 從16元以下 是15塊多啊 陸續布局 陸續就是不止一次啊 今天來到54.7以上 全數獲利 恭喜大家 親愛的投資朋友 口罩還比較撐得住 不過也比我昨天賣價低啊 你覺得到這個地方 是不是要稍微有點降溫 有點回檔 但是你會跟我說 老師那俄溫槍不好了嗎 口罩不好了嗎 當然不會啊 現在只是到了 到美國耶 你看那個莫斯科 看那個普丁 北京那邊全部通通出問題了 然後又傳染回哪裡 又傳染回 傳染回黑龍江 傳染回中國啊 北京好幾所小學 聽說啊 你沒看到報紙寫的嗎 這不是我講的 北京好幾所小學 聽說好像停課耶 武漢聽說 一兩百人又開始複診了 廣東也跑出來了 那這還是你所認識的 非洲一堆國家全部中獎 連伊索比亞彈得賽他們公司 彈得賽他們國家 聽說現在災情慘重 害人者終究害己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些個股將來還有沒有機會 我認為當然還有 因為各位從月線上面看 這麼強勢的個股啊 我一直跟你強調說 未來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這一次大家講得最為準確啊 沒有想到口罩比步槍更重要 沒想到病毒比航空母艦更厲害啊 美國的航空母艦好幾台不能開啊 為什麼 因為病毒的關係啊 至於中國據說也只有遼寧號開得動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請各位留意喔 不管是恆大也好 不管是熱硬也好 那麼未來如果有拉回的時候呢 有好的價位 有好的佈局點 能夠再賺兩倍三倍的情況之下 我一定帶你再進場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是我們這次來講的話 給各位最大最大的一個承諾 但是還是講這句話 個股費績效啊 僅舉相關例子好不好 那你想想看說怎麼會有一個節目 哇 幾乎每一天都在跟你報告 而且不是自己的節目報告而已 各位看到沒有 連在股市現場的字卡都是這樣子 4月2號的股市現場 1月16號的股市現場 1月17號的節目 過年之前喔 過年之後的第一天 你看還穿著這個過年的恭喜的服裝 過年的恭喜服裝 過年的特別節目當然也是講這三檔 過年特別節目我怎麼跟你說 我說你千萬不要給我去武漢 對不對 我說那個地方聽起來那個情況完全不對了 很像當年和平醫院啊 沒有封院的狀況 而且當時最早的時候我講這個名稱叫什麼 我是按照賴清德副總統講 這叫SARS-2有沒有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該給你警告 甚至該給你的獲利 這是一個真正分析師要告訴你的 如果你這次看不出武漢會有病毒 如果你這次看不出恆大會大漲 如果你這次看不出3373的熱應會大漲 我問你你今年跟他你有信心嗎 你相信說這兩支漲了四倍跟漲了三倍的股票 看不出來他看得出台積電會漲三倍啊 還是看得出聯發科會漲五倍啊 還是看得出我今天當沖的國劇會漲三倍 會漲回1300啊 股票市場裡面每一個股票都是考試 如果應該要考的這種必修的 都看不出來的話 我問你一件事這三個動作 你到底有沒有再回頭去想過 怎麼要讓你避開這個歷史上最大的風險 反向獲利 我直接告訴你不是反敗為勝而已 而是我們這個家族真的做到 第一個你要疫情優先了 你要能夠排除電子股然後買進恒大 你要能夠排除電子股買進熱應 第二個中間還有一段呢 因為融資斷頭的關係對不對 中間還有一段因為融資罐頭的關係 所以你可能有一陣子要做空單 我也可以告訴你這一陣子做完空單之後 我可能啦我必須要這麼說 我可能做空單的次數會小很多 因為我這次要跟你講 真正做多做空的人是確定這個8523點 角樓不會跌破的話 我就不會再去想空單的事情了 會小很多但是當沖就不限了 但是像這個周圍流昌過勒 現在投資朋友 然後整個都用防疫來操作 接下來我當然會認為電子股的角色會變重 但是不要忘記了 疫苗還沒研發出來 疫苗的角色也會變重 生技跟科技又回到病重的情況 而且都可以做多 但是請你注意 不是現在叫你追高去做多 這才是黃靜忍要跟你強調的 來 想要成功一定要有方法 想要成功一定要懂當沖也要懂拖斷 股票市場裡面 我跟你講有一種人一定賠錢 就是如果就是你 你要好好想一下 什麼懶人操作法 我只要躺著他就會大賺 我常常講一個笑話 小學老師有告訴你 懶惰的人會成功嗎 這句話你好好想一想 來我這邊我只能告訴你 你跟著我一起勤勞 老師比你更勤勞 你就會成功 歡迎你 我們當沖1加1的專案在今天要結案 歡迎你趕快跟我們來做聯繫 因為今天是結案日 也讓各位擴大所謂參與擴大門檻 讓各位好好的跟上來 豸奧 跟你ARREN 張好 真行 迅達同步 核心超盤團隊 装助您不再 旺谷欣叛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 立刻享受 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投顾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赌欣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逆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投顾核心超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妄赌欣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逆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发很久 02-8773-8859